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周年庆活动已经拉下帷幕 各位小伙伴都得到了什么奖品呀 有没有欧皇翻到了荣耀行李 是一提全英雄皮肤的 反厂皮肤买了周年奖品拿了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回到游戏里 本期将给大家讲讲最新的UI改造 首先局内界面调整将整体清晰度进行了提升 最低更具夹于战场 我们在对局里可以看到 界面上的功能按钮 和血量显示的信息面板 所占用的面积较大 这样很容易遮挡住视野影响战局判断 所以官方对此进行了调整 将收到按钮默认位置靠边调整 尺寸也进行了缩小 这样我们在滑动镜头的时候 再也不用担心收到按钮的干扰 不过现阶段 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把收到按钮给关掉的 那信息按钮间隔增大 这样可以减少误触发出错误信号指令 去掉了英雄属性按钮 将其整合到了对阵属性弹窗里 其次就是右手模式完善 调整了商店左右手筛选模式 保证左右手体验一致 增大预购购买按钮 且双击商店装备图标 也可以完成预购 另外信号按钮位置也将固定到右边 当然还有更多的细节优化 一连线拓展功能 快速打开常用功能 语音转文字发送动作收在了聊天面板中 需要进行多次点击 操作比较复杂 所以官方将这些常用功能 整合进连线功能中 以后右手可以一步呼出功能 不需要多次点击 目前固定提供三个快捷槽位 我们可以自立选择所需要的功能 例如语音转文字 右侧敞开地图 表情动作等 二 小地图信息细化 更精准的识别战场信息 以后我们打开小地图 可以看到防御塔的血量状态 即将刷新的野怪 我们可以从小头像来了解队友大招CD状态 从对阵属性来看主动装的CD状态 最最重要的一点来了 很多老玩家都习惯不开推塔键 这样在推塔的时候 十分容易攻击到防御塔以外的敌方单位 而官方对此进行调整 在防御塔可攻击范围那样 即使你没有开推塔键 推塔键也会自动出现 这项优化简直太贴心了 要是早出两年我还会因为推塔键被别人极限翻盘吗 最后就是孟奇的重塑计划 现在孟奇的研发进度已经到了准备玩法验证阶段 并且官方给我们透露 获取能量后移动速度不再减少 而新的形象与之前没有太大改变 耳朵羽毛颜色变得更为统一 眼睛变得更大了 兄弟们你们可以理解我 新形象只是开了个美 总而言之 孟奇的重塑计划将要完成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峡谷吉祥谷上线后 会有怎样的表现吧 由Eddie名为如生的小伙伴留言 这我觉得当星星的也挺帅的嘛 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 我还是挺开心的呀 可是下面喵口3323333的回复就挺过分的了 找不到怎么了 这说明厨艺好下饭呢 我再用事实告诉你 明明想找颜值主播 却要用厨艺征服大家